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 他將會在美國東岸時間星期二晚就美國面臨的人道主義和國家安全危機向全國發表電視演說 隨後他將會在星期四前往美墨邊境 親眼見證美國在阻止非法移民方面所作的努力 特朗普總統星期一宣布將會在黃金時段發表全國電視演說 白宮法人人桑德斯說 美國總統將會與守衛著3200公里美墨邊境線的前線人員會面 並將會在稍後公布此行的細節 國會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星期一在紐約說 如果國會同意特朗普總統要求在美墨邊界興建邊界場的話 將會造成災難 在過去兩個星期民主黨和特朗普之間的談判並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自從12月22日以來四分之一的美國政府部門停止運作 迫使大約80萬名聯邦僱員放母親假或需要在母親的情況下工作 這個情況還未能看到有結束的跡象